最牛90后女教授刘明珍屡意惊人 21岁进入剑桥大学攻读硕士 25岁拿下牛津博士学位 读国期间成为自然上发表论文的最年轻中国女学者 毕业后她毅然放弃国外高薪工作回国任教 她觉得我们是对这个社会和国家是有使命的 回国后她组建的科研团队 仅半年就研发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钙钛矿作为一种人工合成材料 性能优异商业价值巨大 全球顶尖科研机构和跨国企业不惜砸重金研究 却被刘明珍抢先一步获得研究成果 替中国在新能源领域扳回一局 其实中国并不缺学霸 缺的是在国家坐地生根的人才 看全球科技关注科技公园 中国最牛大学只存在八年 却影响了国家八十年 它就是西南联大 作用史上最强师资 三千多名毕业生里走出了八位两代一姓元勋 一百七十四位两院院士 一百多位人文大师 以及两位诺贝尔奖得主 当时校长为了办学 不惜变败家产 师生饿着肚子 顶着炮火上个 条件虽艰苦 学习氛围却分外浓厚 邓家先在这儿 开始了辉煌的科学誓言 华罗根完成了数学成名作 堆叠素数论 前幕写下了国史大纲 西南联大 堪称教育史上的奇迹 中国大学的精神殿堂 看全球科技 关注科技公园 要想让高铁更快 除了提速 就要做到 倒站不停车 那乘客要怎么上下车呢 对此 中外提出了不同设想 英伯认为 让城市电车 直接驶入高铁站点 与高铁同速并行 此时 两车处于相对静止状态 乘客就能通过 特制的传说门上下车 而中国设计师 城建军则提出 在站台的铁轨上方 钓一个客舱 进站时 高铁从吊舱底下通过 将装满乘客的吊舱带走 同时 卸下列车后端 已经在买下车乘客的吊舱 这样 高铁到站不停 乘客也能上下车 如果两种方案进雕 你该看好哪一个呢 你知道吧 吸尘器界一大难题 被一家中国企业给解决了 它就是顺造 经过四年前新研发 开创新的推出 毛发自细节吸尘器Z11 都获了毛发 15000转强劲马达 150 Airbus 超级